講完了Q2的馬化騰 跟360的周鴻瑋之後 我們下一個想到的是誰 就是馬雲 下一個巨頭 所以我這邊呢 特地去找了很多馬雲的書 馬雲的書 它的封面叫什麼 永不放棄 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書裡面想結了很多的 它開中明義第一句話 它的書裡面第一句話 它就說什麼呢 它說 第一章它就說 永遠不放棄 它說 創業的關鍵詞 就是永遠不放棄 沒有放棄 永遠沒有放棄的事情 第二個它說 創業的第二個關鍵是什麼 要肯吃苦 因為創業路上呢 布滿了荊棘 你必須要有很強的堅持力 你必須要能夠吃苦 才能夠創業成功 這些就完全體現了創路格的特性 創路格的人就是非常的自我中心 以強調自我價值 強調我想要什麼 但是 因為它強調自我 所以它很能堅持 它毅力超強 毅力非常強 所以它永遠不會放棄 這是馬雲 從它的成功賺機中心 我看不到任何一點頭肌虛強 我也看不到任何一點 好像什麼360會跟QQ打架 對不對 QQ馬化騰會把員工 會把每個經理的名字背得很清楚 技術人員的名字背得很清楚 它完全不具有這些特性 甚至它的學歷也不足夠 對不對 它會勉強念了一個師範大學的英語系 但是它成功在哪邊 我從頭到尾看不到它人生中的任何出色的小點 但是它的出色點就是永不放棄 好 堅持 執著 這就是它的特點 然後你看它後面還寫了什麼 它說 專心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成功的關鍵 然後呢 要做出自己的風格 它很強調自己的風格喔 所以創路的人 它很強調自我 強調自己的風格 所以如果你公司請了一個見路格的人 你要怎麼樣 你不能給他太多約束 你要放手讓他做 他一定會把你做得很好 但是你必必照著他的方式去做 因為它強調是自我 它強調是貫徹 所以你只要扣出他頭就好 他一定會把你的尾巴做好 他一開始答應了你一件事情 他就會把你見識到底 所以以後 以後各位女孩子要嫁老公 你找一個見路格的人 他一開始答應你說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他就一定會照顧你一輩子 這叫做 這就是見路格 他所謂的 我一直強調這個堅持的這個重要性 所以你要當老闆 這種格局的人 這種很重要 不能三天捕魚 兩天曬謀 今天說 我明天開始 我一定要每天七點鐘起床 認真創業 然後認真工作 認真讀什麼東西 但是過了三天就忘記了 就沒辦法堅持了 這樣子是沒辦法成功的 見路格的人 他就是這一點會非常的強 他不輕易定目標 我一旦定了目標 我就一定執行到你 所以我一旦說 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那我就一定會把你照顧你一輩子 我一旦決定 我以後每天一定要跑步一小時 我一定會堅持到你 堅持到我的目標達成為止 這就是見路格的人的特色 下一頁 見路格的人比較孤獨 所以除了馬魚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人 非常標準的見路格 叫王石 王石是誰 知道吧 知道 萬科的老闆 王石他的這句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見路 無論從意志力上還是體力上都問不過我 所以見路格的人非常耐搏 非常耐操 很有毅力 很有決心 王石呢 當大家都在做多元化經營的時候 他反其道而行 他把他的所有的萬科 所有的其他事業 賣水的 賣飲料的 賣電機的 賣家電的 全部停掉 他就說我專注做一件事情 就是房地產 然後他就堅持 那萬科你從頭到尾你看看 他風風雨雨 上上下下 你也不覺得萬科的這個企業 你能找出一個亮點 說他因為這個點而成功 對不對 他不像ICQ 他不像QQ 因為我怎麼樣的成功 他不像360 有一個讓人家記憶深刻的點 萬科也從頭到尾找不到 但是也就是看到他一件事情 20年的萬科 王石跟著他走過去非常堅持 20年走過之後 王石去做什麼 各位知道吧 登珠穆 登珠穆拉馬布 還有呢 去哈佛留學 60歲的高齡 然後完全不會英文 跑去美國唸哈佛 然後他這個就是 如果你沒有非常強的意志力跟決心的話 也是絕對做不到的 所以他說 我登珠穆拉馬風 你們沒有人跟得上 我是年紀最大的 因為第一個 我懂得我的目標在那邊 所以我不會一開始就衝 我也不會在中間突然我想要玩一下我就停下來玩一下 我絕對不會在中間有任何分析的事情 我決定我不要在那邊 我知道我的體力比你們差 因為我年紀大了 但是 我知道我不要在那邊 我一開始我會保存體力 所以當爬到八千里的高度 哇 大家很高興啊 他寫相機到處拍照啊 往此他就躺在帳簧休息 人家就說 欸 老王啊 你是喜歡拍照的人啊 為什麼這時候你不來拍照呢 他說 我知道我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 我躺在帳簧休息 我要把你的體力留到三點上 這就是建路個人一個非常標準的特色 他知道自己的目標 他會把其他跟目標的部分都會切掉 所以他就會很容易的去達到問題啦 好 下一件 所以 建路個人最喜歡 最適合做什麼工作 他最適合做的工作就是壓力很大的工作 他做老闆也可以啦 他最適合做壓力很大的工作 但是 因為建路的人他非常執著於自己的目標 所以有時候容易跟組織 公司的目標發生衝突 所以會怎麼樣 他比較 在一個企業裡面 如果老闆沒有辦法讓他服氣的話 他就會待不下去 如果老闆什麼事都要管他 什麼事都要按照老闆的路去走的話 他可能和服他運營做 所以 建路個人比較適合從事自由職業 自由職業就是像 做 呃 做玄學啦 藝術啦 做醫生啊 做律師啊 像這樣劉德華這個 法內勤對不對 做律師啊 這種都很適合 做醫生做律師 反正 因為很多的格局的人 他需要團隊合作 他需要有人來幫助他 大家一起來創作一件事情 但是這種格局的非常特殊 他不喜歡跟人家合作 因為他只要有自己就夠了 只要有我就夠了 我不需要別人 所以他很適合從事這種自由職業的工作 或者是需要負擔很大壓力的工作 好 下一頁 然後呢 講完王史之後 我們下一位 地產大亨 叫做王建林 大連 呃 叫什麼啊 哪一個地產人物 哪一個老闆 萬達 對 萬達 萬達的老闆 王建林 是萬達的老闆 王建林呢 其實你們也找不出 他有個很大的特色 整個萬達集團的發展 你們也找不出一個詭計說他有什麼特點 但是 楊刃跟劍 楊刃格跟劍路都是代表堅持 代表執著 但是 劍路是比較執著型的 穩健型的 堅持型的 楊刃代表這種野心型的人 所以楊刃跟劍路的差別是在於 楊刃的人他會衝得很快 所以王建林他有句名言叫做 有野心的人才能擁抱未來 楊刃的人跟劍路的人差別在於 他的野心 所以他有時候會野心過大 而跑過頭 所以這時候需要有人把他拉回來 所以這種人做生意可不可以做 我跟你們講 這種人做生意 絕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才 但是他適合在什麼時候做生意 你們知道嗎 在景氣好的時候做 景氣好的時候他做生意 反正景氣好的時候大家做生意都會賺錢 大部分都賺 所以景氣好的時候 衝得快的人 勇敢的人 膽子大的人就賺得多 對不對 膽子小的人就賺得少 但是這種人如果在景氣不好的時候 會怎麼樣 虧最多的就是他 因為他會冒險造勁 所以劍路跟楊刃都是兩個非常強的格局 他們都是屬於比較自我 不需要跟人家合作的格局 然後楊刃他還有一個特點 他就是領導的力強 社交的力強 各位知道台灣的政治圈 有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個大黨對不對 國民黨的感覺比較是正觀 遵循性 笑歸嘲隨 一板一眼 民進黨很多政治人物都是屬於楊認格的人 為什麼 楊認格的人他一站上台 人家目光之後都會集中向他 楊認格的人他非常有具有群眾魅力 他只要站到台上 然後人家就會容易吸引人的助力 所以他很適合做領導 領導這個角色 適合做那種需要號召群眾的角色 下一頁 所以楊認格的人他適合做什麼工作 他跟劍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適合做的工作也是屬於個人性的 但是他是屬於天下投機方面的工作 所以適合做投機啊做老闆啊 還有像軍人運動員或做政治 為什麼適合做政治 因為政治人物需要有群眾魅力 然後為什麼適合做軍人運動 因為楊認格就好像帶了一把刀 他衝得很快 決心很強 毅力很強 所以他做這些工作都很適合他 做業務員也很適合 然後他最適合做生意當老闆 然後古代有一個代表人物叫關公 關公很厲害吧對不對 關公的八字裡面四隻楊認 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人家說關公命中帶四把刀 所以他是全世界最兇猛的武將 能力很強 但是關公最後怎麼死的 大義師 他是死在自己手上 各位知道他的故事嗎 他非常強 三十幾歲的時候當大將軍啊對不對 然後 劉備手下就是他最強嘛對不對 是 他最後死在哪裡 死在 賣成 賣成 施金周 為什麼會賣賣成 因為他 他大義施金周 他本來認為說我的金周很穩固了 所以 當賣成有難的時候 諸葛亮叫他不要去救賣成 然後呢 他就非得要去救不可 把金周的兵力調去攻賣成 結果呢 曹操調到他這一招 就派兵來取金周 然後再賣成他有實力 所以他就兩邊都敗 所以最後 等一下他關羽這麼強的人 誰能夠把他頭砍下來的 最後是他自己心甘情願的說 我輸了 把我頭拿去給曹操吧 然後他就這樣死 關羽是死在自己手上 因為他野心太大 他如果聽諸葛亮的話 乖乖守住金周 他不是就沒事了嗎對不對 結果他不聽諸葛亮的話 他野心很大 我一定要 攻下奈奏城池 那有時候就會 因為太過於驕傲 太過於輕敵 然後導致於最後失敗 所以洋刃格是一個很好的格局 他非常強 但是他背後一定要有一個很有力的支撐 就是下一頁 他就需要一個像這樣子的人來支撐他 所以 我常常看到很多老闆的格局就是洋刃 洋刃非常的強 這個老闆非常厲害 但是 這個老闆 他 你就會覺得第一個 這個老闆花錢沒截止 那這時候需要誰來幫 誰來守住 幫公司守住這個錢呢 需要一個正才的人來守住這個錢 洋刃的人有時候喜歡空檀 野心大嘛 野心大就是空檀嘛 我講了一大堆講一大堆 但是不一定每一樣都做得到 所以這時候需要一個正才的人來幫他執行 所以正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喔 雖然正才是一個很保守很守舊很守城的一個心 但是 當你有人在前面衝的時候 一定有人在後面佛劃 把他拉住 這個就是正才 這個人 各位知道嗎 立戰書 應該大家都沒聽過 但是他非常重要 他現在職位是國務院中央辦公廳的最大的那個 每次習近平出行的時候 在習近平的身後只有兩個人 有一個人叫做王貴 一個叫立戰書 這兩個人物夠大吧 他能夠站在習近平的旁邊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 對不對 其實他當過聖長 所以立戰書他說了一句話 不整人 不耍滑 不偷懶 是我做人的原則 正才的人就是這種感覺 我絕對規規矩矩的做事 而且老闆交代事情 我不管對錯 反正 我就是會規規矩矩的做完 所以才代表一個控制欲 代表執行力 所以正才的人執行力非常的強 其實剛剛講到的偏才 標哥 對不對 朱石劍 偏才 才都代表執行力 所以偏才旺的人執行力都強 正才旺的人執行力也強 這都代表執行力 然後正才的人 他代表是比較保守這一面 跟偏才不一樣 正才偏才都代表執行力 正才代表是守承 保守 然後守本分 所以正才的人 最適合做什麼工作 下一頁 最適合管錢 所以如果男生 你要娶老婆 娶一個正才的老婆 絕對沒錯 他絕對歡迎把錢管得好好的 你家裡的沒分錢 他都絕對不會亂用 一定會在刀頭上 但是也保證花一點錢管得很好 保證你一毛錢都拿不到 他只給你你幹勇的生活費 所以他管錢管得很好啊 所以娶個正才老婆好不好 好 但是老公拿不到錢 你每天只能拿一點生活費 然後你娶個正才老婆 才又代表控制欲 所以說娶個正才老婆 你不要想往回家 你往回家的話保證會算難 這樣控制欲 才越旺的人控制欲越強 有些人是很無所謂的 你愛怎樣就怎樣 但有些人控制欲很強 我要你這樣做 你不這樣做你就知道 我一定會讓你死人 我一定會讓你知道 不知道我的意思做會怎麼樣 這就是財的人 最財的人他最適合做政策執行者 他也適合管錢 所以我畫這個圖就是銀行貴員 銀行貴員就是很標準的政財 每天數這些錢 絕對不會把錢少一毛錢 他最適合就是出納啦 管理啦 或是執行 政策執行的這種工作 好 下一頁 那剛剛講那麼多 那麼嚴肅的東西 接下去就有一個 比較輕鬆的東西 叫石神 石神是一個藝術型的人 所以有石神的人 我們老師就說 我們老師會這樣教我吧 有石神的人才華出眾喔 很有才華喔 然後但是我在算片的過程當中 我每次遇到有石神的人 我跟他講說 你很有才華喔 大部分人都會跟我回來去 老師我真的沒什麼才華 我的老師教我的啊 石神的人因為美術藝術很強啊 有才華喔 但是我每次遇到這種人 80%都告訴我 老師我真的沒什麼才華 為什麼 因為石神的人 他是一個重感性的人 重感性 重於理性的話 會怎麼樣 做事情堅持力不夠 什麼事情他比較重視 我感覺怎麼樣 而不是應該怎麼樣 所以石神的人 他會有那種感性 很感性 然後但石神的溫柔 溫柔婉約 很有禮貌 很賢慧 美食主義者很愛吃 周星馳的石神看過吧 他就是 石神就是代表 我對我的品嘗力很強 所以 黑豬肉白豬肉 他一次就知道 今天家裡醬油 換了一品 他一次就知道 天生的能力 應該說石神 他天生在音樂 美術 會把各種才能 吸收上的能力 都比人家強 同樣的人 去學習 同樣的老師 這種人 他學得就快 所以代表人 我就舉個鄧麗君 我想現在在歌壇的成就 很少人能夠超過他 十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當童星了 然後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得到十大結束女青年 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非常非常紅了 我想現在在歌壇的成就 很少人超過他了 他標準的石神 所以他對於藝術啊 美術這方面都非常強 所以這種人 這種人適合去做什麼 來 下一頁 適合開餐廳 這石神的人 最好就要去開餐廳啊 或者是說 去做一些跟美食啊 跟美啊 跟這種 企劃啦 娛樂啦 有關係的行業 但是石神讓他開餐廳 要小心一點 因為他重感性重於理 感性重於理性 所以會怎麼樣 我今天開餐廳 我覺得高興比較重要 所以我會變化很多菜色 我會把菜做得很好吃 我會把餐廳布置很漂亮 但是賺不賺錢 對不起不干我的事 我不是那麼重視錢嘛 我重視感覺嘛 所以你可以 你要開一個餐廳 你找這個 師神來幫你做規劃 做設計都可以 但錢不要叫給他管 而且呢 你去找一個 剛剛講的賤入的那個人 優勢有重的人 每天聽著他七點鐘起床 然後到餐廳裡面去做事情 這種人比較隨性 比較感性 但是他很有才華 很有能力 但他適合做的就是這種 屬於社會品味的行業 所以啊 男生娶老婆 舉個師神的會蠻不錯的 溫柔啊 體貼啦 又會煮菜啊 多好對不對 但是 但是他做的事情 絕對不會堅持 所以 這個就是有得有失啦 下一頁 然後在師神的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師神其實他比較不屬於持家型的 因為他做事情 沒有辦法堅持 比較重視享受 比較重視快樂 但印呢 印代表的是一種照顧型的 好 所以 印 我就拿一個菩薩來代表他 印他就是一個菩薩 好 然後 嗯 所以印的人他具有的特性 就像菩薩一樣 我很有內涵 我很喜歡吸收知識 我很喜歡圖書 然後 我很慈悲很善良 好 但是 印的人他就 比較不會 成為一個很大的企業家 為什麼 因為這種人也心小 他喜歡平平快快安安靜靜的生活 所以 他 他 比較不會去成為一個很大的企業家 所以 他適合做什麼工作 最適合做像這樣子的工作 做秘書啦 做助理啊 做輔佐性的工作啦 然後 反教在什麼就照著做 做教授 做老師 都很適合 然後做宗教練啊 學者啊 文教啊 這種都很適合他 印 印代表什麼 印代表學習 代表吸收 所以一個人如果走在印的運的時候 最好去補償 去當教授 去學習 好 然後 女人呢 如果說 剛好在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 十幾歲 這段時間走印的運 他最好的 為什麼 就可以做個閒切良母 所以各位如果男生 要娶老婆 八字拿來一看 哇 這個老婆在三十十歲的時候 走的是印的運 趕快娶她 保證放一把家照顧得很好 那如果說 你老闆要請個秘書 你又怕這個秘書的力強 學會得容易跳槽對不對 老闆都很怕 我請來的人 容易跳槽嘛 就找一個這種 他會乖乖地放一把事情做好 但是你交代他一 他絕對做一 但是他絕對不會再多做二 因為他沒有這個言行 他也不會去想那麼多 好 下一頁 好 最後一個 我就講到偏硬 偏硬呢 跟正義一樣 他都屬於學習思考的心 所以偏硬跟正義的人 都是你通常很聰明 學習思考能力很強的人 但偏硬他多了一個叛逆的特性 所以偏硬他屬於一種思考型的人 偏硬有一個特性 叫做不安排你出海 我現在舉了一個例子 叫鄭南宴 鄭南宴是誰知道嗎 七天連鎖酒店 各位在路上看到 七天酒店 的老總 叫做鄭南宴 鄭南宴他的七天酒店 大家都知道 他是走什麼路線 低價酒店 對不對 所以他的酒店很便宜呀 他說 他說 你們都說我便宜 我哪裡便宜了 他說 我用的床比別人貴喔 我所有的酒店裡面的床 沒有人用的比我好喔 我哪裡便宜了 你們知道他哪裡便宜嗎 他的企業有幾個特性 他是學什麼的 你們知道吧 又是學計算機的 你看 從馬雲 馬雲不是 馬化騰 周鴻 周鴻 周鴻偉 還有鄭南宴 都會學IT的 都會學計算機的 都會學計算機的 他學計算機的 所以他 懂得把計算機的知識 用在酒店管理上面 所以他叫做酒店業人創新工廠 所以 第一個 他做什麼事情 他 酒店 不設財務人員 所有的財務 全部匯報到總部 他有個高度集中的財務中心 怎麼達到的 利用IT技術 懂吧 他建了非常集中的IT管理系統 所以把財務全部集中到總部來管理 飯店都不要設財務人員 都不要管錢 這時候每個飯店都存在一個人的錢 對不對 再來 他設立了步槽中心 步槽叫做什麼吧 就是酒店用的毛巾 叫做步槽 好 他說 我現在酒店裡面呢 每天有一個很大的開銷 就是洗棉被 洗床單 洗毛巾 但是 我覺得 但是 來做酒店的 難道我每一條毛巾都會用嗎 不見得都會用對不對 但是 我卻每天都要全部洗一遍 那是不是很大費錢 所以七天九天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每一條毛巾 拿一個塑料袋把它包起來 然後呢 你要用就把它拆開來用 好 他說 塑料袋一個才多少錢 才幾毛錢對不對 我洗一條毛巾就要幾塊錢了啊 那 你如果包起來 不用的時候 就不要用它 那我每天我就要洗哪些毛巾 我只要洗塑料袋拆開的毛巾就好對不對 這就是它一種創新 所以 這種人很懂得思考 然後 還有另外 他開店的方式更加不一樣 他區域集中開一貨 然後 還有他 他利用IT的專長 他 把 定房的這件事情 集中到自己手上 所以 他的 會員 從手機客戶端 或者是從電腦上 直接去定七天的房間的人 人的比例 非常的高 比其他同意都要高 所以他藉由這些東西 去節省他的成本 所以他可以用 最低的成本 然後 去做最好的服務 我覺得這種就是屬於創新型的人 所以 偏移這種人他很聰明 很善於思考 他是屬於創新型的人 但是他會 他會 不安排你出牌 他是屬 這種偏移的人屬於一種理想型的人 以前呢 我 我以前做IT業 然後 我有一個 我下面有一個工程師 他就是標準的偏移 每天無私亂想 我交代他的工作呢 從來沒有一次準時達成 每次交代他說 這個項目 客戶要求幾月幾號驗收 所以 你幾月幾號之前 要先做完什麼 什麼時候做完什麼 什麼時候做完什麼 幫他把師承安排得好好的 沒有一個師承 是打得到的 他每天都在做什麼呢 每天都有用功喔 每天 我們工作八小時 他工作二十四小時 都不回家睡覺 然後每次罵他 你到底在搞什麼 我到底研究這個東西啊 我跟你講的不懂啊 我研究這個東西 我研究出來之後 你們以後會示範公佩 以後你們做什麼事情 就很順利了啦 然後 我說 但是 研究這東西很好 但是 我們現在急著項目要交給客戶 你一直研究 我怎麼辦呢 他說 不要擔心 我一定把你弄出來 我真的要弄出來喔 好 一定弄出來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到時間到了 弄出來沒有 沒有 那我的項目呢 也沒有 怎麼辦 再研兩天 兩天至少還是一樣 就算研兩天 還是一樣 所以每次被他逼的喔 都去客戶那邊道歉 然後呢 在客戶面前就說 我跟你講 對不起 這個東西因為出了什麼問題 我先弄一點別的東西好了 就只好這樣子 然後呢 搞了大概一年多 被他這樣子搞了一年多 他終於把那東西研發出來了 那東西好不好 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個成品 但是 這一年多的項目 全部被他做到了 所以你偏意就是 有一種思考型 創新型的人 所以你要有人去拉住他 要有志 所以我們講每一個 我們剛剛講十個用神喔 每一個都有他的優缺點 你要怎麼樣善用他的優點 並且他的缺點 就是你去用人的智慧 也是你自己選擇職業的智慧 這樣懂嗎 所以這些大V制色會變成大V 各位還是各位 差別在哪邊 在於他們 在於他們能夠善用他們的優點 但是他不會讓缺點 過去影響到他的工作 對不對 就像鄭南彥 他不會像我們以前的那個工程師一樣 胡思亂想 然後控制不住自己胡思亂想的慾望 他思考還是他懂得控制 所以各位 學八字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知道自己的優缺點 然後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知命、育命、改命 才是學算命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種人適合做什麼工作 就適合做研究發明的工作 最適合他 但是必須要控制得好 所以有一個人物叫做梵高 各位知道吧 他到什麼時候大家才知道他很厲害 死了 死了之後 對 所以便宜的人就是有這種特性 好 所以他 有這種人 你就讓他好好做研發、做發明、做藝術工作 都很適合他 好,下一頁 好 所以 講到這邊 我們把10個介紹完了 未來你們應該怎麼發展呢 那 其實從八字中 就可以看出你適合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好,下一頁 像如果說你們八字中 正官、正義、正財、隱間跟實斟多的人 他屬於比較偏向做追求性的工作 然後商官、偏財、偏硬、劫財、欺煞、煞多的人 他是屬於比較判定的性格 所以比較適合做什麼 做開創性的工作 所以你叫這些人來創業 可不可行 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你叫這些人乖乖帶在莫視裡面 不是不行 但是你必須給他足夠的成就感 依照他們的特性去給他們適合的工作 但是這些人難控制 但是他反而做出來的東西 會讓你覺得很驚訝 真正成大公立大業的人 其實很多都處於這一邊 好,下一頁 所以我把它分成幾個類別 守成類的 像這些都處於守成類的 正財、正觀、正義都處於守成類的 然後開創類的 就這些人最適合去做業務運 所以各位以後 公司要招募員工 要不要再去做性向測驗 不用了 要不要再去觀察他三個月 三個月試用期 其實也不用 你只要八次拿出來一看 你就知道這個人適合做什麼工作了 所以當你要找一個業務員 拜託不要找個正觀了 業務絕對開展不起來 對不對 找個業務員要找什麼 欺傻、劫財、偏財的人 你們叫銷售 不叫業務員 找一個銷售 要找這種人 要做生意的人 他一定要有這些心 他才能做得了生意 或者是一個人行大運 走到這樣子的大運 他那個大運就會做生意 然後如果你要找一個研究型的人 就要找正觀、偏義、建路的人 這種比較適合做研究 比較能夠適合做研究 所以說很多人就會問 老師那我適不適合創業呢 我能不能夠成為大B呢 我也想成為那幾個大B 對不對 那我能不能成為大B呢 第一個 你要看你的運好不好 這非常重要喔 運如果夠好 你才有機會創業 如果運不好 其實規規矩矩的 做你該做的事情 平平淡淡的過 反而會比創業來的好 第二個 合伙人的八字 是不是適合 這真的很重要 你的八字中 水太旺、火太弱 代表你的積極性不夠 所以你要找一個活旺的合伙人 積極性強一點的 他會補你 你的八字中 就像剛剛講的洋刃 關鍋的那種八字 拉不住嘛 拿著一把刀到處亂跑 對不對 很容易衝過頭 那所以你要找一個怎麼樣的合伙人 找個正才的人 他能夠幫你把錢管住 幫你把項目的進度管好 把你拉住的人 對不對 好 你是一個商官的人 創意很強 什麼東西都 創意很好 然後很懂的創新 你要找個什麼樣的合伙人 找個硬的合伙人 幫你去照顧一些你照顧不到的事情 所以八字相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合伙人八字不配 你這個公司一定要完蛋 然後 所以一個 在公司工作中 部門裡面 你會常看到一些人 怎麼樣都相處不來 為什麼 因為八字相衝 八字相衝的人 他相處上就會有隔閡 就會覺得不順利 好 再來 看資金夠不夠啊 然後看市場保揮 政府保揮 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這些東西怎麼看 這些東西就是要靠普刀來看 我 有時候這個項目看起來很賺錢喔 但是還有隱藏的危險 我看不到 這時候普刀就可以告訴你 你的資金可能不夠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 市場或是 政府法規的問題 譬如說 有些人他覺得 我這房子賣了應該會賺錢啊 掛意圖出來 發現他稅金比賺錢還要多 那還要不要賣 可能就不要賣了嘛 對不對 或者是說 我今天做一個生意 看起來是會賺錢的啊 但是有人會來給你賺錢 怎麼辦 這個生意還要不要做 當然是不要做啊 對不對 這種東西就是 靠我們 靠普刀就可以看得出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做 所以有這些知識之後 我們可以利用命理的知識 來輔助自己 然後讓自己 能夠在事業上更容易成功 好 下一頁 所以 職業的選擇 我們要依據八字 你八字中適合什麼樣的職業 你們剛剛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對應出來自己屬於馬雲 還是屬於馬化騰對不對 或是你屬於那個 毛澤東 還是屬於那個 李克強 對不對 你可以對應出來自己屬於哪一種人 然後呢 你的大運如果好 專長購 然後選對一個老闆 那你的職業生活就會順利 所以 我們從命理中 我們就可以 把你歸納成你屬於哪一種人 然後幫你依照你的特查 去挑選社會的工作 那做老闆的人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做老闆 都喜歡學算命 因為 從算命中 我們可以去知道 怎樣的人適合跟我合作 怎樣的人適合做我的部署 我適合找怎樣的老闆 好 我適合找怎樣的人合作 這些都是從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裡面可以得知的 好 那最後就是宣傳一下 如果各位有興趣學八字的話呢 可以來找我 然後我們也會有一些教學視頻 那我們教學視頻 不只是說 講完就好 因為我們還有會有學員群 那學員群的話 有問題 雖是可以找到人討論 因為學習八字 最困難的 最困難的點就是 找到問題 很不容易找到人的問 有問題不容易找到人的問 那我們有學學區 然後我們還會定時 有按理研討 然後 學習的過程當中 就是會有很多的資源 可以來支援你們 那如果 如果說你們想要 算命啦 或是普掛的話 你們可以 加我的微信 下一個 你們可以加我的微信 好 然後 就是以後 要算命啦 要學習 什麼八字啊 學習普掛啦 然後可以來找我 好 那今天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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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